家屬到了现场 看到家人的车子和遗体 不敢置信 难过的哭倒在地 因为明明人早上还好好的 出门巡视田地 没有想到居然连人带车被大水冲走 七十岁的老翁 骑车因为视线插 先掉进水沟里又被大水冲走 到了隔天早上被发现时 已经会填法术 暴雨二十小时 超过六百毫米雨量 道路变成河 农田淹成湖泊 分不清到底是海洋还是陆地 因为暴雨又增加了死伤又多一件 在家居蒲子一名老龙 二三号早上要去田里巡视 却连人带车被大水冲走 一直到隔天早上才被人发现 但人已经被水冲到田里 溺斃身亡 同样遭遇不幸的 还有他台南这名老翁 生前最后访问 隔一晚竟然发生意外 一次老翁从二楼下楼时 失足跌倒不幸溺斃 总计暴雨清台 先是高雄应驾倒塌 一对母子跟路人无辜遭压死 伤化一对夫妻开车上山踩果 不幸返车坠骨 加上逆逼客厅的老翁 以及寻田遭水冲走的老翁 已经有七人在大水中丧命 仿佛是3.5吨潜水艇 往地下道硬开 结果当然是雕掐 汽车潜逃 但在大水中忙碌的 永远是警销人员 但就算他们从早忙到晚 但死伤人数恐怕还会继续增加 记者综合报道